淳于誓言本是住在林府的一个寡妇 最终在霍君华失踪的时候 尚未成功 林毅是一个老蒙深算的人 也许是娶了霍君华之后 她才知道殷亲的好处 这些年她的殷亲势力遍布得十分庞大 而这么一个人却娶了一个寡妇 看完原著就会发现 林毅其实并不爱淳于事 她虽然靠小白花 笼络了汝阳老王妃 但是她还是十分惧怕这个丈夫的 当年霍君华回来后 霍君华寸步不让步步紧逼 扬言要淳于事的命 如果霍君华当年但凡软弱一点 淳于事都已经改嫁了 当年很多人劝霍君华 让淳于事生下肚子里的孩子后改嫁 林毅虽然对霍家下手 但是还是在乎林不宜这个儿子的 这也是当年霍无伤能够逃过一劫的原因 原著小说中 在林不宜复仇后 淳于事藏起来的人证据 终于被三皇子找到 淳于事将林毅当年叛国的证据 藏在送给汝阳老王妃的佛像中 淳于事从一个寡妇到林家当家主母 她这一辈子都知道自己该讨好谁 作为寄居在林家的寡妇 她知道自己要讨好霍君华 嫁给林毅后 她知道汝阳老王妃才是自己的护身佛 林毅当年举淳于事 应该也是为了她手中的证据 这些年她没有找到 自然不能除掉淳于事 林毅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当年有关这件事的属下 都已经被她清楚得差不多了 所以留给林不宜的 只有直接动手这一条路 林毅年轻的时候 凭借一副好相貌 娶了霍君华 靠霍君华发家 孤城案后 又娶那个手上有她谋反证据的女人 不得不说这个男人的心机之身 而淳于事又靠着当年 对汝阳老王妃的救命之恩 在这个都城之中站稳脚跟 可惜该还的终究是要还的 当年的事情曝光后 淳于事和她的孩子都被刺了毒酒 当着那个差点当了她儿媳的 郁昌郡主的面 林家彻底完了 她这个林家的依附者自然也完了 作为身宅妇人 淳于事可能擅长宅斗 但是她看不清形势 她只看到汝阳老王妃的嚣张跋扈 但是不会注意到汝阳老王妃手中权力锐减 是一和 她知道林家的富贵 但是她看不清林家到底有多被厌弃 所以她才会干出想要拿捏成绍商的事情 最终自取其辱 直接被打脸 她只知道成家小门小户 比不上林家 她以为自己可以拿捏这个新媳妇 结果却被羞辱 淳于事靠着自己的小手段获得过很多好处 她不知看穿她的 地位没有她高 地位比她高的 她又不会招惹 林不宜和陈绍商还没有结婚 淳于事就给陈绍商送去两个丫鬟 不管陈绍商答应与否 都对她不利 陈绍商如果拒绝 那么就是忤逆 如果答应 那么她就是在林不宜身边安插其实 不管结果如何 对淳于事而言都是不亏的 可惜陈绍商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 不过来 不过来 Gib住 试密